好 直播早安 接下来位置在这个台北转运站的二楼月台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早时段呢 基本上其实没有什么乘客 甚至说国道的这个载客的客运也没有几步 只有零星的来往几辆哦 但下个月开始呢 二楼恐怕会成为这个文字月台 因为国光三重新主客运排版决定说 自11月5号开始将要同步退出二楼 统计国光客运18条的国道客运路线 将全部挤在台北转运站的四楼月台 那就对乘客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让我们听一段收择访问 听说好像是因为这边的柜位比较贵 然后可能他们负担不起 然后就可能就是要撤除一些柜这样子 而二楼月台呢 过去被称作是黄金月台 租金要高达了这个高楼层的2至3倍 每月租金要达到了31至33万 客运业者在面临乘客数量减少 还要负担高租金的费用之下呢 真的是全部下去了 那么也提醒民众之后乘车 是要往高楼层达 也就是三楼跟四楼的月台 千万不要跑错咯 这样就是下场最新 我们将时间镜头交还国内出国 我们下场最新鲜的月台